我为你醉 我喜欢你 早已经无法 在一起 躲在蜗牛壳里的人 终于鼓起勇气 迈出了第一步 只是俩人还没来得及庆祝 就被清姐抓包了 你还要告诉我 看到你姐 姐 你不是应该在花脸吗 你们小时候在一起的 姐 你这么久 你见到我 一定很想念我做的消息 对不对 我先马上做给你事 是 放手 你休息好 小白只能乖乖听话去做饭了 但是心里好怕 恨不得多长出几只耳朵 生怕错过一点动静 姐姐给安医生使了个眼色 让她跟自己出来 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拳 其实姐姐并不在乎 安医生是男士女 她一直担心的是 弟弟的心理问题 对方是否能接受 安医生很吃惊 也很气愤 既然学姐已经知道 小白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放人不管呢 其实哪里是她不管 只是弟弟不配合 她为了弟弟学医 却无法帮助弟弟摆脱痛苦 她也很难过 安医生却有信心 她会陪着小白 不会让她怕黑 不会让她孤单地独自面对痛苦 从今天开始 她不会是一个人怕黑 一个人怕寂寞 因为我会在 姐姐很开心 她了解自己的学弟 知道她的为人 弟弟能交给她自己 也很放心 只是这拳还是一定要打 否则自己养了十几年的宝贝弟弟 就叫她拱手让人 怎么想都很憋屈 这回有姐姐的支持 俩人开启甜蜜热恋模式 到处撒狗粮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安医生负责送小白上班 当然过程也是没眼看 小白下班早的话 就去医院等着安医生 好不容易熬到病人都走了 刚想亲热一下 却被同事打断 真的很气 你以后没事不要理事 我 知道吗 好 当然 赶上两人休假 也会一起约会逛街 偶尔小白还会亲自下厨 给安医生准备便当 只是在菜市场 居然遇到了她之前最在意 现如今又刻意忽略的人 学长这位神助攻 又开始作妖 总是话里有话地故意挑拨 小白心里就很不舒服 结果跑去找安医生 医院里的人都支支吾吾 神情紧张的顾左幼儿言她 小白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果不其然 这里面还是有没心眼的家伙 看来 我们安医生要倒大霉了 学长 嗯 果不其然的 啊 什么 别给你抱 要抱 要抱 我来 抱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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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